花莲港天宫连续多年将中原普渡的物资捐赠给花莲在地各个乡镇市公所还有一些团体 其中花莲市也获得了捐赠 市长魏家燕特别前往颁证感谢状 感谢港天宫的董事长还有所有的委员以及妈祖娘娘的慈悲护友 花莲港天宫持续多年举办物资捐赠行动 今年普渡法会圆满结束之后 也捐出了130份的普渡公平 还有3500金白米 展现了妈祖娘娘对普世众生的关怀 今年中原普渡 一些物资捐给一些贫困的家庭 一些社会服务 各单位都有来 每年都会这样 都有 有白米 每年差不多捐有6000斤的白米 给一些贫困的家庭 花莲市这一次也获得港天宫捐赠物资 市长魏家燕亲自前往感谢 港天宫给予我们物资已经非常多年了 那到现在持续的在为花莲施工所很多的一个弱势 包括我们食物银行的平台提供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物资 那在此今天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港天宫的所有的成员 包括董事长董监事等等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好朋友们呼吁 如果有要捐赠物资的都可以跟我们花莲市公所 社劳客这边做一个联系 或是跟我们食物银行这边做一个联系 那我想普渡的这个季节刚过后 大家都会有很多剩余的不管是米或是罐头 那在这边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做一个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发送给有需要帮助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二十分物资和三百斤的白米会上架到爱花莲食物银行 市公所表示 无论是低收、中低收入户或者是遭逢急难 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民众 都可以备妥相关的文件来到食物银行申请领取物资 借旅会花莲市报导